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當我以為2022年的今天 除了換皮遊戲以外 我已經玩不到更讓人傻眼的遊戲了 結果證明我還是太年輕了 九風召喚Mobile 介紹這遊戲之前 我們先看看這款主打的宣傳是什麼 同名線上遊戲改編 韓國No.1的召喚系ARPG即將來台 韓國召喚系ARPG手遊巨作 這邊來源是官方頻道與巴哈釋出的情報 總不會又說我是什麼不實資訊了吧 號稱No.1 你敢信 我去查了手遊榜是沒有看到啦 反正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我 要不先問4399前輩 如何讓韓版的神木遺跡混得風生水起 而這款其實早已上架一段時間 最早於2020年前後於海外公測 但如今風雨飄渺營收慘淡 所以迫不及待想找新的海岸 或許原本2006年上架的PC端 都活得比這手機版來的舒服 對你沒聽錯 它是有PC端的 所以它是款妥妥的情懷收割機 我沒有玩過這款的PC版 所以就不評價了 畢竟能活到現在還在營運 不是有點本事就是我們公司購印 而現今只要看到打著情懷大旗出征的作品 絕大部分都是割韭菜居多 之前某款M上架時 卻有人留言來噴我不懂情懷 但我看最近那款的營收有點慘 連元宇宙首流的1%的車尾燈都看不到 建議是儘快儲值一點信仰 來永續情懷價值 這款九風召喚M的開發商是日本的GALA 台灣的代理是絕夢王 過去代理的遊戲 除了世衛攻防的群龍陌世路 其他的我是都沒聽過啦 遊戲為典型的半放置MNORPG 本來我看到巴哈的宣傳圖 想說這應該只是忘記開美機 結果打開遊戲一看 原來是實機拍攝啊 並不是詐欺 而這3D建模 很近很寒很可以 非常有抹奇蹟的味道 可能這次廠商想區別於市場的獨特3D美術 反正我是不太喜歡這種風格 主打的捏捏信頭也非常的... 現代時尚 那有依說依 確實可調整的部分還是挺多的 也可以根據玩家的臉孔來抓取主要特徵 這個到時候應該會被當作賣點在YT上宣傳吧 遊戲開頭會引導我們往前不斷的奔跑 就此迎接我們的 元宇宙冒險 而在我玩了一段時間後 話說這遊戲是MNORPG吧 但可能是怕玩家覺得太吵會影響體驗 世界頻道總是顯得如此安靜、無聲 除了滾動的跑馬燈 偶爾會出現某某某獲得訊息以外 跟玩單機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難怪要說自己是ARPG 畢竟沒有人MM 至於開頭為何說它是半放置 因為它跟以往常見的放置遊戲不同 如果你想使用自動巡弱的話 必須先點一下任務以後 再長按一下移動鍵 自動攻擊也是如此 也不會自動展開對話、讀秒後自動下一步 跟目前常見的一鍵放置掛到官服的設計截然不同 一種看似放置了但又不完全的全新體驗 所以如果你想當純當掛機遊戲玩的話 就會覺得很別扭 那我們這邊再仔細端詳一下這精美的美術建模 結果發現站著不動都可以有穿模現象 品質真的堪憂啊 然後這個實裝系統 各位自己看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不上2022年的手遊浪潮 還是廠商的美術尚未被世人所認同 我是真不好評價這前衛又超前的全新審美觀 突然發現對不起亞瑟傳奇跟那些幻皮手遊們 你們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另外地上模擬花草飄動的方式也讓我覺得很無語 廠商如果想省經費又想營造細節的話 其實把建模放在那裡不動是也無所謂 用這種一看就很敷衍的位移來表現 除了浪費效能以外 更顯得畫蛇天主 戰鬥方面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因為一開始我是選法師試玩 為了測試打擊感又回頭去開了戰士 結果又是典型的在各打各的 只有畫面正好正滿營造的假打擊感 所以現在是只要出招有特效 稍微有點反饋 都敢自稱是ARPG嗎? 真的是連30年前的Mario都不如啊 有個寵物系統應該是這遊戲的主打召喚 可以通過補貨合成或者課金取得 不過我沒玩這麼深入 就不評價它的實用性了 課金方面 一單14000鑽約3000台幣 換算約5比1 所以10抽月240元台幣 挺出乎意料的便宜 未來上架還不抽起來 還有這精美的每日跟會員禮包 真的是幫玩家從出生到路途都安排得妥妥的 是不是又應證我說的 即使遊戲內容品質可能兵不過 但課金內容肯定是豐富又大盤 結論 此結論違反數位終界法已被刪除 我覺得吧 商人賺錢無可厚非 但宣傳是否能再稍微嚴謹一點點 拉高期待跟不實際的宣傳廣告 或許剛開始真的能有效抬高人氣 當然有足夠資本的話 找藝人代言快速更一波韭菜是比較快的 不然後續還是得靠內容說話 韭菜雖然又多又肥 但總會成長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看了 我們下次見 開箱